他被尊稱為中華致盛萬世絲表 他帶著大同的理想周遊列國顛沛流離 他的一字一句穿越時空花為永恆 小說連播孔子由梁斌播講 話說孔子在桑樂鎮的樹一住就住了幾天 帶來的乾糧一早已經吃光 那些穀米有錢也沒有地方買 事因吳楚、陳蔡四個國家準備打仗 桑樂鎮的人都已經跑得七七八八 哪裏有地方讓你買東西才行 沒辦法,那些弟子只好四周找野菜來挖 找野果來炸 將摘回來的野菜再加粟米粒下去煮成一鍋 就這樣就吃了 吃了幾天之後頂不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野菜殺了難吃 又苦又劫 煮了大鍋放在樹裡 但是雖然是這樣的 孔子和那些弟子依然日日在書讀書 他是指降火 帶著那些弟子學習禮案 雖然是這樣 但是人不能吃就不行 整整一下那些弟子就有意見了 在這幫弟子裡頭 子供是最善於言辭和最善於理財的人 他在跟孔子之前 他自己一個恩操辭田產 再加上經商 使得家財就類至千金那麽多 子供之父在同門弟子之中 都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跟我們先前說過的那個顏迴 即是借碗回來吃飯 那個顏迴家裡的狀況 根本就是一個天一個地 但是現在跟著孔子 無論你以前怎麽有錢好 以前怎麽窮好 到這時候就只能夠一起捱 子供呢 性格就比較直 如果他心裡有什麽說話 他是掩不住的 一定要說出來 子供一開口 子供就肯定要幫康襯托 你一句我一句 講下講下就議論起自己先生孔子來了 先生也是 幾次在僱元老國出走 流亡衛國 受到男子的侮辱 想說投奔進國 去河邊爭幾乎中計 被趙簡指暗算 又是回來投奔送國 送國又不用他 看人家送國的樹講學 被人弄一棵樹又被人趕走 現在又打仗了 你怎麽算好啊 日日吃這些野菜 而先生還好像沒事一樣 日日還在笑口細細彈琴唱歌 我也不知道他怎麽想 對 先生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麽想 趕快進入室內 將這些話說給孔子聽 孔子聽了之後 把琴放在旁邊 嘆一口氣 他說 你叫他們進來 我有說話跟他們兩個說 指路指貢 指路指貢就進去 指路都未等孔子開聲他們先開口 我聽說 為善的人天報以覆 做壞事的人天降以和 不過 夫子一向值得行而懷美行 為什麽總是受到困窮呢 孔子就說 你將事情看得太過絕對了 你將事情想得太過簡單了 你猜有才智的人 實會被人任用的 為什麽王子彼幹 被雙袖王否心而死呢 另外 戒指推為什麽抱木焚死呀 君子薄巷 心謀而不如的大板 難道只有我還來一個嗎 言語不肖 數字不同 語語不語 時機不同 生不逢時 賢才就無用無知地了 姜太公 呂望五十 在道口邊那樹賣熟食 七十 在朝歌做圖 做個湯豬佬 九十才遇到民王 成了周朝的軍師 管仲呢 管仲 囚於監車 不如齊換功 怎麽能夠做到成相呢 紫蘭這種植物 生長在深散之中 沒有人見到他 亦都不知道他的芬芳 所以君子浩殼 秀身端行 以待歧視 這樣做才是對的 一番交化 紫蘆紫貢又沒什麽心悅成福 講完之後 孔子繼續抱琴言歌 紫蘆見到這麽 亦都即興守執歌謀 和歌喜舞 紫蘆在旁邊看一邊 點求稱讚 唉 我都不知天高地厚 自古以來窮困也落 通達也落 樂與虎窮與通 杯時和行時 就好似寒暑風雨 時序輪流 唉 我怎麽想極極極都想不明白的呢 孔子見岩蘆在旁邊聲不出 問他 喂 我的主張不對嗎 如果對的又怎麽會落到這樣的地步啊 岩蘆很恭敬地回答說 夫子之道之大 所以天下莫能湧 雖然如此 先生依舊周遊列國推行夫子之道 人家接不接納先生的 和先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於先生來說 又有什麽損失呢 不為容人所容 更顯得出先生是一個真君子 所以我們不努力去自學修道 是我們懶惰無出色 道的以大修而不容 是那些掌握國家政權的人的恥 身懷大盜 而不見容於當世 又有什麽損害呢 不為混族的當世所容 更顯得出先生是一個真君子 顏湖越說越激動 孔子覺得自己這個弟子說得很對 所以越聽心越高興 跟著他就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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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小德 如果你有大把身家的 我一定願意做你的管家 話說過幾天 喪樂鎮的情況突然間發生了些變化 怎樣呢? 就外出逃難的人 逐漸就回來了 楚超王御駕親征 兵強馬葬 逼近賽國邊境紮營 聲勢浩大的楚軍 突然間按兵不動 各種猜測就紛紛而起 有些就說 吾國的軍隊已經攻入了楚國的背面 又一次逼近葉城 又有些人傳說楚超王病了 其實真實的情況是後邊的一種說法 楚超王真的病了 楚軍打算在城府發起進攻 破了吾的盟國賽 正在處圍困陳國的吾軍 就必然移兵救賽 這樣來陳國之為就解了 進軍前夕 楚超王就命令徐軍的術士 即是那些算命佬 那他叫那些算命佬去尖之掛 去尖撲一下這次戰史是否成功 那些術士便計算 尖撲就先撲戰 一撲出來就說不成功 又是撲退,又說不成功 楚超王就覺得很奇怪 打又不是,退又不是,難道長住在這處嗎 如果你說打仗不吉利 即是等於戰死沙場 那撤兵又說不吉利 這個不吉利到底是什麽事 那些尖掛佬就告訴他 如果撤軍 一撤就等於兩國以後都不用再交往 有一個深仇大恨,有一個死結在處 既然是這樣,死了的好果 楚超王一聽,是的 打就打,久活就不如死 楚超王權衡一番之後就決定 雖然不吉利,亦都要打這場仗 正準備第二天進兵的時候 當晚,楚超王突然之間病了 哇,這場病就來得快,好急 第二天,整個人都起不了身,落不了床 楚超王只好重新發佈命令停止進兵 並且嘆息說,佔掛要我按兵不動,齊來天以難為呀 但是現時陣上屠爛的老百姓陸陸陸陸徑回來 疏散於外面的糧食 亦逐漸運回來 孔子師生終於可以用高價購買米來煮吃 一年那么多日 顴回日日摘野菜就煮野菜 今天就有米落锅了 顴回又不知多高兴 他透着火 那些火在灶坷里就烧到合合声 一会儿那么久 饭香味就闻到 正在睡午觉的孔子 被那些饭香就弓醒了 他立刻飙起身 落了床 然后就走出屋 一走到门口 突然间见到顴回 把你手伸到波树 说那些饭饭就扭到口头 慢慢照起身 孔子一见 哎呀 什么顴回做出的这么骚髒的行为 真是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 见到这样就立刻转身 翻入屋掩埋门 过了一会儿 顴回用拓盘送饭饭进来 一碟菜 上面还有一些姜丝 孔子最喜欢吃姜 所以餐餐他都要有些姜丝放在菜面那里 这几天 断粮断姜 昨天顴回一只上方切发 在镇上面的几家里做了几个生姜回来 孔子见到之后 孔子见到之后肯是开心到他死了 今天有一大碗饭 热气腾腾腾香噴噴地捧入来 孔子见到之后 孔子见到之后的心就流了口水 但是表面上这个装作好像很平静 顴回放的东西 他就问他说 正话我在睡觉的时候 发梦见到有个仙人 他安慰我不要心急 为什么呢 他说 很快就会化险为宜 因此 我觉得 这碗饭菜 我想先拜祭祭祖先 才再吃 顴回就说 先生 这些饭菜不可以拿来制造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正如我在煲饭的时候 我打算煲一下 我闻到饭香 打算掘一个盖 看看它熟不熟 谁知 掘一个盖的时候 上面那条梁 跌了一坨东西 黑妈妈就跌到饭的时候 我立即用手 执起它 谁知都煮到周围的饭 都已经黑黑了 我刮起饭 打算扔掉它 但是我觉得可惜 所以 哎呀 我就将那一坨 煮到炭了饭 吃了土 我想这餐饭 我们师生自己吃还可以的 拿来制造 我觉得已经不洁不敬 还是 或者等 晚饭的时候 煮个餐 我们再制 好吗 说完之后 颜回转身就出去了 控制一听 好感叹 我以为一句说话 眼见为实 其实这句说话 都不是很对 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够 完完全全 相信自己的双眼 可见知人 实在不已 听人我一定要 要和弟子讲一下这个故事 让大家记住这个道理 好了 现在我们讲回楚超王 楚超王随君的御医 经过多方的治疗 但是楚超王的病 一日重过一日 自从楚超王病了之后 天上边有一块云 这块云很大 看着就好像一群赤色的大雀 劫着太阳在那里飞 一连三日都是这样 楚超王就立刻叫太子 来问问天后的吉凶 太子就说 赤云如鸟 夹日而飞 这样的天象 对君王你恐怕有点不利 那可不可以化解开他呢 太子就想了想他就说 按照常规 山川之神管水汗病疫之灾 日月星辰之神管雪霜风雨不时 我看做个小小的祭祀就可以解除他了 但是现在央及国君 小祭恐怕不足除病 所以做一场大祭 大祭 就是遍祭天地百神 不分日月和山川 楚超王就说 如果需要大祭 就要祭齐天地百神 没错 大祭呢 要专门祭高大的土壇 作为祭台 经过祈祷 皇上的病 才可以移到去宰上 司马雷的大臣的身上 楚超王一听这样说 连望摆手说 这样就不要做了 除了心腹的疾病 将它移到手脚之上 对身体同样不好 除了君王的疾病 要将它移到大臣的头上和身上 对国家同样不好 何必呢 寡人虽然不善 但也没有什么大过 如果天要我接受 我自己成祝就算了 何必嫁和于人呢 不搞落 不搞落 跟着 又有些巫师在这儿进咒 说按照占卜的挂象 楚王的病是黄河臣作拐 或者大王这次淑三军在长江的那边的叶城 北上城府就逼近黄河 冲撞了河臣 大王如果你说临河而至的话 就可以拔除了他了 那么 楚王听了之后 摆了摆手 他说 开国的三代楚王曾经这么说过 哇 祭祭不能够越出楚国的山村 是因代表楚国的大村是长江 汉水 嘴河和江河 而你所说到的黄河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大河不可能是我获罪治病的原因 和服灾病不会是人的过失引起 我的病也都不一定是冲撞了黄河 所以 昭皇就没有听信无私临河祭祀的进言 使他觉得 自己的命是由上天去安排的 后来 那些御医就一起会诊 用了很多药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过了没多少日 楚昭皇就死了 楚昭皇在病重期间 已经将太子张在叶城日夜兼程 接触过来城府这处 昭皇病逝 太子张就在军中职位 然后太子张静静静地班师回朝 一场迫在眉睫 一触即发的楚吴陈塞四国大战 因为楚昭皇的离世就平息了 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桑乐镇 孔之十分赞赏 楚昭皇对天道灾病的一种态度 他认为 楚昭皇是一个深明大道的君王 他在位期间 楚国兴旺发达是应该的 看书里面说 唯有唐妖遵循天道 拥有汽州一带好的地方 现在人已经失去了遥的德行 乱了几岗自灭自亡 话说战云消散 骄云过去 道路又是通畅了 孔子和斌弟子就可以不用再捱肚饿 继续原来的旅程 这时候孔子的心 不知多高兴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 之后 数十字幕